这次无论如何 得从他的嘴里掏出这个手机的使用方法 你要是再沉得住点气 我还真不会这么早就知道幕后黑手是你 之前我们通过双视空手机 一次次试图改变过去 但最终还是没有我们改变元夏的解决 我想跟你商量一下 想送你出国 西科那边不能再拖了 元夏一走马上就行动 如果 要是那个手机的通话期限 不止一点就好了 是真的样的 说不定我早就成百万富翁了 一层见面 你的开场白 没有彩排但却意外可爱 风吹过来 风吹过来 眼神在交换 我世界暗不久半的窗戴 现在是二十八岁的迷迹 遇见你的瞬间明亮起来 我还记得 一百年十八岁的迷迹 什么年轻的迷迹 有点迷迹 还有三十八岁 八十八岁 如果真的可以 我需要 我需要 中注定的安排 我明白 流星划过窗台 莫想起光着色彩 你的存在 把我的夜空填满 多谢 什么 我这天 你怎么又是 如果我还能再见到 我们一定要 不留遗憾 我不在了 请你一定一定 要勇敢地往前走 我总相信 念念不忘 必有归期 说不定 我们真的会在某一个时空 再见 原笑 我爱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